大家好,我叫唐彪 今天我讲的课程是Android Hale编程实战 实现自己的Hale 非常高兴大家能来学习这个课程 我们一起进步 好,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总体课程结构 我们这个课程刚开始会简单做一些环境上的准备 然后会简单介绍一下Hale层的这个代码 它的逻辑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从Hale层开始 实现自己的这么一套 从底层到应用层 这套代码的逻辑全部打通 首先是Hale层代码编写 然后是Java和Native层的这个通讯 实现这个GNI 然后在Srimmark层实现我们的这个Service 并且把我们的这个Service加到System Server中 最后呢,我们在应用层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APK 来访问通过这个Service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Native层的代码 来访问我们这个Hale层的这个代码 总体的课程逻辑是这样的 那今天我们先看看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就是安卓代码准备编译及虚拟集启动 所以公寓善期式必先利息器 我们这个课程呢 需要完整的下载安卓的全部代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简介 我们这个课程面向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对象啊 希望大家就是能掌握这个C C++和Java语言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然后对Linux操作 常用命令和代码编译有一定了解 然后对这个安卓体系结构感兴趣的同学 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是学完之后要达到三个方面的能力 第一个理解安卓的系统架构体系 第二个理解Hale层的设计思想和代码实现的方式 第三个呢就是初步具备从应用层到Hale层 驱动层这个代码编写的能力 然后我们看一下使用的这个环境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Ubound212.04这么一个操作系统 如果使用高版本的Ubound2的话 可能会导致没有办法编译安卓的代码 然后代码编辑器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Geditor或者是Ginni这个工具 GDK使用1.6的 然后应用开发呢 可以使用Eclipse或者是Android Studio 好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安卓代码准备 因为现在这个由于长城防火墙 把这个Google的网站给屏蔽了 我们没有买没有购买VPN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下载安卓的代码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提供了一个4.4版本的这个代码 大家可以在这个百度网盘 这个地方 这个链接可以看一下 可以下载下来 把它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解压缩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式 下载最新版本的代码的话 也比较好 当然网上也有很多地方 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 网上也有很多地方能提供这个代码的下载 可以找找有没有新的版本的这个下载 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解压缩的这个过程比较长 因为代码它这个有三四G 它解压的时间会比较长 这个过程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然后第一个是代码 第二部分呢 我们就要需要安装一些代码编译需要依赖的一些库和软件 这个呢 可以在Google的网站上 或者是大家百度一下 很多网站上都会有这个信息 就是要需要安装这么多东西 第三步呢 我们需要配置一下这个GDK的环境 大家下载完之后 这个GDK 1.6啊 然后需要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呢 就是打开当前用户目录的这个BashRC这个文件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呢 最后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Java的环境变量给它加进来 啊 我们自己这个代码安装的 这个GDK安装的这个目录 这几个方式 加进来 啊 好的 完成之后呢 再执行一下SaaS -BashRC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配置的环境变量就生效了 配置完之后 可以通过Java-Version 这样来看一下 配置是否成功 好的 这是第二节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节 代码编译 代码编译 这个命令比较简单 首先是执行下这个SaaSBuild 在这个 我这个代码目录呢 是在这个SaaS Code MyDroid的这个目录下面 在这个目录下面呢 执行SaaSBuild的 这个命令 它会设定一些 代码编译需要使用的一些环境变量 然后再执行Launch 这个呢 就会让大家来选一下 一般我们选默认的就行了 就是第一个 基于Arm平台的 这么一个编译出来的镜像 然后呢 就执行Make命令 进行代码编译 后面呢 我们可以加上-G -G8 这个就是表示 使用八个线程来同时编译这个代码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电脑的这个配置 看看决定加多少 这个代码编译环境啊 编译时间 需要花费挺长时间 大家可以晚上 睡觉之前把电脑打开 执行这个编译 可能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代码就会编译好了 但是代码编译呢 可能中间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种问题的话 建议大家在网上百度搜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代码编译的方式 都比较成熟了 基本上所有遇到的问题 在网上都能遇得到 然后我们第四节呢 我们这个代码编译完成之后啊 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之前我这个编译过了 我不编了 因为我们这个需要执行 虚拟机 也就是说我们编译出来的 System UI System Image Ram Disk Image和Data Image 我们需要使用编译出来的这三个Image 来启动我们的虚拟机 所以说第一步呢 我们要把我们安卓 编译出来的这几个路径 设置为环境变量 比如说Android Product Out Android Product Bin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Emulator这个命令 才可以被执行 和之前我们使用 我们配置这个Java环境变量 是一样的方式 在Bash RC 我们在下用户下面 把我们的这个Android Product Out 就是编译完成之后 所有的这个东西 都会生成在这个Out目录下面 然后主要就是把这个目录 Product Genic 这个目录 设置为Product Out 这个目录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输出的这么一个 host Linux x86 bin 我们在主机端使用的这个命令 都是在这个目录下面的 然后同时把这两个目录 加到环境变量里面 然后加完之后 同样 host Bash RC 这样的话 我们发现就可以使用这个虚拟机了 哎 它报了一个错误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启动一下 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编译出来的这几个System image User Data image Ram Disk image 来启动这个虚拟机 然后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这几个Image是干什么用的 其实Ram Disk image是Android系统的根文件系统 在系统启动的时候会加载它 然后System image呢 是Android系统中存放系统文件的 格式会YARF2文件系统的Image文件 它会被Innate进程 Mount到跟目录下面的这个System目录下面 然后我们对代码的修改呢 主要就是在这个System image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编译完 修改完代码之后 需要对这个System image重新打包 然后再启动这个虚拟机 就能看到我们修改的这个代码的效果 然后User Data image呢 就会被Mount到这个Data目录下面 它主要是用来存放用户数据的 好来我们使用一下这个命令 使用这个命令来启动一下这个讯息 看看效果 这个命令呢 它需要有四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使用Kernel文件的这个Image 由于我们这个不需要Kernel文件 就使用它系统这个默认的这个 它自带的这个虚拟机的 ARMV7的这个KernelImage 然后后边是加这个SystemDir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SystemImage DataImage和RamDiskImage加的进来 最后呢是一个这个空间的大小设置一下 设置成一记 然后大家看我们这个讯息 正常启动了 好我们可以先等一下 好这节课的内容基本上就完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作业 作业就是动手实践 第一呢大家 可以使用把这个安卓的这个原代码下载下来 并把它编译通过 第二个呢就是使用自己编译出来的 这个几个Image文件 来把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启动起来 因为我们在后续的课程中啊 需要对这个代码进行修改 然后重新打包成SystemImage 然后启动虚拟机之后 这样才能看到我们对代码的修改效果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已经启动起来了 能正常操作 就说明我们这个 现在目前 这工作都是完全正确的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 下一节我们讲 Android Health体系架构 与设计思想 再见